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台湾启示录 我是王北翔 2010年在大台北地区 连续发生了三起 计程车司机的命案 这三名计程车司机 他们都沉湿在汽车旅馆的浴缸里 而当警方获报赶到现场的时候 他们都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了 而且这个浴缸的水龙头的水 还在继续放水 这是意外吗 难道是死者在泡澡的时候 突然他的心脏病发 心肌梗塞 导致他整个人昏迷过去 所以没有办法关闭水龙头水 最后溺死在浴缸里 但如果是意外 为什么在短短的时间之内 接连发生三起 他们死状一模一样 也未免太巧合 但如果不是意外 那就是他杀了吗 而这三起命案 有任何的关联吗 凶手很有可能就是同一个人吗 当年在新闻曝光之后 引起了很多排班舰车司机 他们人形惶惶 因为如果凶手真的是锁定 计程车当作下属的目标 那么在他落网之前 每一个上车的客人 都可能是凶手吗 它是一间处在闹区的算平价 那天算平价的一间 那个汽车旅馆 2010年1月13号这天 桃园警方接到了 接通报案电话 有一名男子 沉失在汽车旅馆的浴缸里 当年在桃园卢竹分局 大主所担任巡主的吴俊成 他在第一时间赶到了 这家汽车旅馆 脚都还没踏进房间 耳朵就隐约听到了水流声 就发现有听到 水龙头的声音在流 然后我们就马上 过去浴室查看 就发现一个人他全裸 然后仰躺在浴缸里面 然后他的水是有淹过到扩壁 然后水龙头的水还是在流 然后我们那时候 我们研判就这个案件不单纯这样子 为什么不单纯呢 汽车旅馆的车库停了一辆计程车 难道是一个计程车司机他跑车跑累了 一个人独自跑来汽车旅馆 泡藏休息吗 这是他用他的名字去办登记 然后车水是他的名字 所以确认死者身份 我们进去看里面房间的话 是还蛮凌乱的 那个桌宇方面 因为桌宇里放过酒 还有一些零食 他的零食 饼干都 都散在桌上 重点是他有放了两个酒杯 所以当时我们研判说 屋里面可能不只就有一个人 警方的怀疑很快就获得了证实 钓出了监视器果然发现 计程车司机他真的不是一个人来的 在建车的后座有座人 看起来像个女人 他是谁呢 监视器我们钓鱼来看的话 是发现那个死者是开车 女的坐后座进去旅馆就这样 画面是只有看到那个司机开车而已 我们是查访那个柜台小姐 她看到后面有抓个女的 我们那时候研判他们应该是朋友间的关系 对 应该不是情侣 因为情侣的话应该会做副驾 那个就是坐在后面 对 所以我们研判应该 应该是朋友关系 不是情侣 那会是朋友吗 警方联络到死者家属之后 案情急转直下 这很有可能是一起杀人强盗案吗 因为当初我们去现场的时候 发现机证就是有两个酒杯 然后那个女的不见了 然后我们调监制器 那个女的就从旅馆离开 然后后来我们有制作那个死者 哥哥的笔录 然后他哥哥说 他弟弟都会随身会携带一个皮甲 里面都会大概放一万多块钱 然后我们就赶快再回去找那个 房间找那个皮甲 皮甲不见了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女的列为 是一个强盗杀人案的嫌疑人 车子上我们有通知见识财政 车子上我们没有查到什么急诊 都没有 对 那些都没有 连指纹都没有 警方只好从死者平常几个 常去排班的地点 开始进行查访 那是我们车区 所以我们大概会知道 就是有哪些点是他们在排班的 所以我们会监队那些点去做查访 但是司机都说没看过这个女的 我们沿路调阅监视器 然后把那个方拍 旅馆的影像方拍 然后沿路去查访这司机 对 那就是死马当活马一 就去查访这样 好不容易终于让警方问到了 死者的一个朋友 他说他见过这个女生 当时发生的时候 我们有去采访到死者的一个朋友 他有跟我们说 那个死者他有带他去他那边喝酒聊天 然后就得知说 那个女的是从嘉义上来游玩 对 所以我们研发说 他们应该是朋友关系 一个从嘉义到台北玩的朋友 他是谁呢 警方立刻杀到了嘉义去 结果发现了什么吗 他从嘉义上来游玩 然后那时候我们有去嘉义做查访 但是她是一无所获 代表说这个女的 她是用手法在误导我们警方办案 好 警方铺了个空 难道嘉义会是凶手 故步一阵放出来的假线索吗 那也有可能只是这名女子 当时随口说说编出来的一套故事 但她是谁 她为什么要把计人车司机 带到汽车旅馆去 然后自己又匆匆忙忙地先行离开呢 虽然还无法百分之百地一口断定 她跟汽车司机的死有关联 但毕竟她很有可能是死者生前 所接触到的最后一个人 不论如何 警方都要赶快地把她找到 然后问清楚她和死者之间的关系 这个案子才有可能出现 其他的线索继续地办下去 但问题是这一条线 查到了嘉义断掉了 而且汽车旅馆的监视器画面 又相当地模糊 你可不可以无法清楚地看到 这名女子她的脸不特征 坦白说当时桃园警方办到这里 的确是办到了瓶颈了 没有想到在一个多月之后 新庄警方她们也接到了 类似的报案 有一名汽车司机 她沉湿在汽车旅馆的浴缸里 而她的水龙头的水 继续地在流 同样也是有一名女子 她提早离开了房间 但是新庄警方她们掌握到 更多的线索是 死者在案发当天 曾经打电话给她一个朋友说 她载到了一个硬招女王 还问她的朋友说 附近有汽车旅馆吗 这一段对话 让警方高度地怀疑 难道这是一个逃色的陷阱吗 先把上钩的这辆车司机 诱骗到了汽车旅馆 然后趁着四下无人的时候 吓要迷魂 这一种所谓干洗的诈骗手段 是史优所闻的 但通常都是钱财骗到的时候 人就跑了 没有必要把人也给杀死 难道凶手她除了要钱之外 她还有别的动静吗 那就是亭源市的那种汽车旅馆 车子是停在一楼的那个 停车场 铁门是拉下来的 我们到达时 徐景能再往上走 他看到了一名男子躺在浴缸里 已经明显没有生命迹象了 就人在浴缸里面水咽过口壁 那我们会直觉第一个是 是不是溺死的 因为窒息嘛 第二个 有可能是不是他突然间 心肌梗塞 或什么种就躺在浴缸里面 那水持续在放 代表他在放热水的时候 他人还是清醒的状态 那这种状态跟地温汤汤汤 有点就是他可能在昏迷之后 水温持续着 所以他是有点一直接触着 那个温度会才找到结果 那有时候可能跟我们类似 在大太阳底下太久了 你那不觉得烫伤 他就晒伤了 那种感觉很类似的 什么情况会让人 长时间地泡在热水里 连烫伤了都不自觉呢 除非人已经失去了意识 实在现场的比较奇怪一个点 是在浴缸的排水孔上面 有一些类似食物的残渣 那可能是无怀是呕吐 或不晓得是什么东西 应该说他人在浴缸内部的时候 他有呕吐代表他是有生理反应的 代表他是活着的状态 那是在自洗 是因为溺水 那自己他为什么会自洗 这一块比较特殊一点 是不是喝酒喝太多了 这有可能 或是用药也有可能 所以这部分我们比较从现场 没有办法判断 所以第一时间我们很难判断 这个到底是病死 还是因为溺壁 还是什么状况 我们没办法直接下判断 不过死者身份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他就是计程车司机王姓驾驶 他的弟弟在接到二号之后 立刻赶到了现场 去摸那个水 根本不至于会死人的温度 但我第一直觉 这个案子它是很不单纯的一个案子 死者弟弟直觉哥哥的死因不单纯 尽管命案的现场的确诡异 但还无法一口断定 是塌杀还是意外的 电车大概都不看了一下 它的内部 它也没什么破除 但是就是内部的东西有遭反抗 有一些名片 什么凋落在踏板上面 现场没有打斗痕跡 也没有血跡的情形 现场铺车基本上都还算正常 有一个小圆桌上面有摆放酒 啤酒 还有一些下酒菜 然后还有桌上散布了一点点的白色粉末 难道是酒喝太多了 一个人泡澡泡出意外了吗 但不对 因为健身员发现在桌上有两个杯子 而这两个杯子都有使用过的痕迹 桌上有两个杯子 那很明显应该是至少两个人以上 啤酒空瓶有大概五六罐 然后其他的运动饮料的也有 但是不多 那其他部分床库上基本上是 还是整齐的 似乎还没用过的感觉 而且我们现场有 因为一般七二六罐是准备保险套 他也都没开封过 对 我们判断只能说他现场就是 至少有两个人 而且依据旅馆的描述是有一个女生 请她们代交机身来先请离开了 所以至少应该这个女生要 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 去找这个人 这条线索太关键了 究竟是谁跟着舰车司机 一块来汽车旅馆 又是为什么他先行离开了呢 第二位到监视器的时候 是看到他副驾驶座 有一名女子 然后经过这个汽车旅馆的工作人员 我们确定说他是一男一女一起进入的 在后座是空的情况之下 一般乘客会单独坐在副驾驶座吗 除非他们是朋友 脸拍得清楚吗 那时候拍不清楚 特征呢 特征也不是很清楚 因为它有隔着汽车玻璃 然后我们是又再往后调 汽车旅馆监视器有拍到 他有叫了另外 有请那个柜台帮他叫一部机轮车 另外的一部机轮车 然后他就上车离开 他们工作人员觉得很奇怪 还不到退房的时间 这个女孩子已经 先叫計程车离开了 我们依照在以前的经验里面 通常会有人一起住宿 或又有人先行离去 通常一种是像刚刚所提的 一种是从事性交易嘛 要么是赌他嘛 但是这两种情绪比较多 如果是朋友通常很熟悉的碰碰会这样 一旦发生之后 已经会一个报警了 所以这个有可能不是很熟悉的人 一个陌生人或是刚认识的朋友 的几率会比较高 所以大概我们只能判断到这样子 一男一女先后离开 在汽车旅馆并不特别奇怪 但杰米女子在离开时 她慌张的模样 引起了柜台人员的注意 因为她有开三生之一的提前轮 那偶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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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哪一部机车车 她上车才带 那个女的本来跟过来讲 她还要回来 因为那个女孩子走的时候很充满 她有叫柜台帮她叫计程车 然后下来的时候 要搭计程车的时候走得很充满 所以他们又有打电话上去 那个房间里面求证 又没有人接电话 所以他们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之前都有很多 在汽车旅馆里面 烧炭自杀的 所以他们会反复地求证 因为到退房时间 那是那个客户还没离开 所以他们才去了解 去打电话去 没有人接听才进去房间看 才发现到人死 城市在浴缸里面 汽车旅馆的服务人员说 那个女人在离开之前 还特别强调 她还会再回来 所以车库的铁卷门 就一直半开着 难道有歹途就趁这个机会 跑进去谋财害命吗 比如说你们两个 我们两个讲好 我们要设计她 对不对 然后你就跟她去了 我就跟着后面 不认是哪一种垂涩 当务之急 就是赶快地把那名女子给找到 但是现场的监视器画面 太模糊了 连特征都难以辨认 只能够寄望生物机证 是否能够比对出真实的身份 这个案子重理上 我们要找出这个女性的身份 那所以我们已经会 第一个采取现场 第一个房间里面的敌人 像她的杯子 或是饮料瓶 我们都会转移她的生物机证 后续做检验 那车子部分 通常我们会最优先处就是 因为一般载客的会坐货座 我们真的货座去采取职人 也有采到相关节 再次奉献 再次进行比对 来厘清这个身份是谁 后来见出来就是 就检验到 但是因为这个女生并没有见到 所以她也不知道是谁 所以这只能等到 这个刑犯到来 她确定是不是个人 对 我们当下没报的时候是谁 在等待生物机证比对 结果同时间 警方持续地在这名司机 经常排班的地点进行查访 终于问到了一个关键的证人 听到了阶段对话 警方几乎可以判定 当时王姓司机还以为真的天外飞来厌服 但却浑然不觉 恐怕已经踏入了一个逃色陷阱 我觉得她犯罪习惯就是 她都用那种相同的类似手法 就是引人上锅这样 而且她的目标就是 比这介绍是司机 她可能想法是说 因为问想她一个人在开车嘛 比较有色诱吧 那有饮酒又难以入住 那我们会直接 一般都会理想是新交易 可是她保险她会开风 然后再来 实者相关证件皮包也都不见 所以我刚刚有提到类似 它有可能是一种 感情的手法 就是跟人家一起做新交易 利用把对方灌醉了 或吓压了当然有可能 造成她昏迷又洗劫财物 她要去哪里 我只要把 学校女孩说要烤铁 本来就要帮她开快一点 或者又说 你不要委屈这好了 有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问想她自己人在开车 可能也是贪图她的美色吧 我在想 所以她问起来很多被 就是被骗家了 还有多少计程车司机 恐怕也被骗受害了 就在新北市新庄汽车旅馆 这一起命案新闻曝光之后 桃园警方打电话来了 桃园警方在看了 新庄汽车旅馆命案这个新闻之后 直觉和他们手上这一起 肯定有关联 果然两边的监视画面 拿了一比对 发现大事不妙了 虽然说脸部的特征 还是拍得相当模糊 但至少可以看出来 两个画面 影中的两名女子 她们的身材穿着打扮 基本上就是同一个人 不会错了 这个重大的发现代表什么 代表是这恐怕是一起 连续杀人的重大刑案 而且如果警方的判断没有错 那么在凶手落网之前 她还有可能继续的犯案吗 发生问奖密案的汽车旅馆 异常冷心 只剩下一个员工 在入口服务处接待 关于元宵节发生的离奇密案 员工被下了封口令 没有没有这些事情 因为这种这么重大的事情 不可能说只有我不知道 别人都知道 也不可能说只有一两个知道 这种事情一定是大家 我们公司的员工都会知道的 虽然极力否认 不过附近邻居说 当天深夜不但看到警车进出 连救护车也来了 我刚才有看到旧车来 又来台土地 又来电查车也来 那因为这个案子 一般命案我们新闻 都会报章杂志都会讲 那因为电视播送之后 隔天 印象说一两天 刚好在桃园市监视中心的同学 他说就打电话来问我们这个案子 因为他说在他们辖区 在1月13号也发生一件类似的案子 而且是一个实则是一个既然的事情 那一个女生就先请离开 结中午这个温蒋载到一名四十几岁的富人 他打算用肉体抵车资 温蒋就开车到新庄这间汽车旅馆逃诉 下午四点 夫人拜托旅馆轿车一个人先离开 一直到退房时间到 房间里都没有动静 服务生报警 就看到温蒋全身赤裸 浸在浴缸滚烫的热水里 只剩下头部露出水面 全身严重烫伤 当时温蒋意识模糊 送往医院急救后仍然不治 新庄回报也是同一个 相似性就是两个死者都是戒人车司机 死者都是戒人车司机 都是死在浴缸里 而且水龙头的水还一直不断地流 这是巧合吗 再比对一下两边的监视器画面 警方傻眼 因为那一个先行离开的女子 就是同一个人 那我们看到那个照片 我们就傻眼的 跟我们这个现场的女性 穿着一模一样 着重是她的衣着 然后她戴着公式包 因为一般女生穿套装级不到 穿裤子她的套装比较少见 然后又那时代 那时候也没有疫情的问题 她戴着口罩又戴墨镜 这很特殊的 有点预盖明张眼耳朵的感觉 所以就觉得有点怪怪的 而且这两个现场 一个在淘 一个在行辉 那怎么会同个女生的装 穿装一模一样 那我们就觉得这个案子 事有蹊跷了 那这个案子可能不单纯 等要加强征办的领导 通常会觉得说 这是一个违纪性的犯人作为 我们光看到那个衣着的时候 我们就判断会同一个人的 那第一个的行别 最后结果当然是一致的 那是我们当下是从 他的衣着相关就会判断 应该是同一个人的 同一名女子先后出现在 桃圆和新装的汽车旅馆 而惊悚的是 和她一块去的电车司机 最后都死在放满水的浴缸里 难道她是凶手吗 这是目标锁定电车司机的 连续杀人案吗 在消息传开之后 火车站前排班电车司机 议论纷纷 人人自为 他跟那个司机一定是 或许那个司机有跟他去 去开旅事或干什么才会碰到 如果一般的情况 他没有什么机会 因为我们都起来 他下车他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那个发生这种凶杀 一定是跟他造某处去 他才有机会 这样子 我是认为是这样子 碰到的时候一定 如果在路边发生这种事情 一定会有路人看到 所以他不会在这种做这种事 一定是到某处 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 他才有机会下手 你正常的人讲话 跟不正常讲话是有区别的 他上车讲话怪怪的 我们就要有一个意思 就是这么简单 一般来讲说请他下车 他不愿意下车 我们就送他警察去这样 这个是最有安全的方式 我曾经是遇到过这种事情 但是我没有在 他说要到花蓮 然后到花蓮之后 他又赔税这样子 我说我不会赚这个钱 我不会赚这个钱 我是要赚钱 我不会赚这个 我就 我没有去载他 尤其我们讲中 大家也会怕 我那时候是觉得 因为我承办这个案件 压力是蛮大的 因为他的方案手法 都相同类似 他说想说 不赶快积极破案的话 他会有更多的警察司机受害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很积极地 想去破这个案件 但新闻都曝光了 表示警方已经盯上了 这个时候凶手 他还敢继续犯案吗 警方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因为就在凶手落网的前一天 又有一名电车司机 他遇害了 而在那之前 新庄警方他们已经调阅了 上百只的监视器画面 每一段的画面 都仔仔细细地过誉 而终于锁定了 这名嫌犯他的行踪 首先他在新庄汽车旅馆 搭了计人车 然后他坐到了板桥火车站 之后他用了悠悠卡 买了车票坐火车 而这个买票的动作是关键 为什么呢 因为警方可以透过调阅 这张悠悠卡的消费记录 掌握到这名女子 他平常活动的范围 他买了一张板桥到树林火车站的票 于是新庄警方立刻杀到了树林火车站 去埋伏了一天一夜 但是很遗憾地没有发现人影 警方不死心 他决定拿着这相当模糊的监视器 翻派的照片 从树林火车站往外辐射出去 挨家挨户地去查访 终于问到了这一家彩券行 老板说他有印象 而且这个人才刚刚来过 他买了彩券就走了 才有可能就是那个杀人松手 那你们怎么找他 当机车车离开的时候 我们就原路调 调越了近百支的监视器 然后直到他这部机车车 开到了板桥 火车站 然后他下车 我们在板桥火车站里面 在调越差不多有 五十支左右监视器 发现到他去搭火车离开 照片上这名女子 来到板桥火车站 搭上手扶梯 准备坐车回树林 脸上没什么表情 看起来就像是一般的乘客 嫌犯搭上火车离开了 这架子人根丢了 因为怎么知道 他会坐到哪一站下车呢 幸好警方发现 他是用悠游卡买车票的 我们有锁定他的悠游卡的号码 在向悠游卡公司调阅 他的消费记录 还有他的储子的记录 如果监视器可以确定他买票 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时间点 去查说他买到哪一站 好 所以后来悠游卡的出站的记录是在树林 确定的嫌犯是在树林下车 确定了嫌犯是在树林下车 新庄警方立刻火速地赶到树林火车站 不过埋伏了一天一夜 却没有发现到他的身影 警方不能够再守树待兔了 决定要主动出击 我们就是调阅那个油游卡 他的消费记录 还有他处置的记录 锁定在那个国凯街 跟巴德路的附近的一家超商 然后我们在拿着板桥火车站 所调到的监视器画面 让附近的民众比对 刚好我们去查访到一家彩券行 那个老板跟我们讲说 这个女孩子 经常来我们这边买彩券 他看了有印象 对 那么多人来买彩券 他怎么会有印象 他几乎每隔两三天 他就会去跟那个老板买彩券 所以那个老板特别有印象 他每次都买多少 都买个五、六百块 一千多块这样子 他买一张这个 买一张这个 他买一张这个 他买五三九五买一张 拿电话去隔壁 他也跟着我过去 那时候其实是在跟银行的 小姐人讲电话 彩券行老板说 这个女生外表不起眼 身高大约只有145公分左右 说话还蛮客气的 没有想到竟然会是个杀人凶手 一个礼拜三四次 都固定买三张 他一百块的彩券 他就拿彩券来换 然后呱呱乐来换 一个礼拜最起码来试试 他都是早上来 他就是前两天 他来了两次 如果真的是他 那么按照他平常购买彩券的频率 他应该很快就会出现了 我们就是分成两组 然后在那边一边绕一边找 看有没有符合那个特征的 这个彩券行老板跟我们讲说 他刚刚有来买过 又离开了 那我们钓鱼监视器 看他走进一栋大楼 在大楼里面在钓鱼监视器 白衬衫鸭舌帽 身材壮硕的姜云青 走起路来就像个男人 被捕当天他中了彩券 不管全台北警察都在找他 就是要带着彩券换奖 你只能确定是在这一层吗 对 你不知道是哪一间啊 那怎么办 那个有问大楼管理员 他说他是住在几号几楼 有确定了 有确定 大楼管理员你对他也有印象 对 因为我们拿照片也给他指认 你有没有跟管理员 大概聊一下说 这个你搬来多久啊 你有工作啊 这个都有问啊 我要先问嘛 他就是说他目前没有工作 都是在家里面待业 偶尔会出门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门 时间不一定 什么时候出门不一定 警方决定不等了 直接上楼去按门铃 结果真的有人在家 来开门的是一名身高 大约145公分 体型微胖的女子 警方直接问他 我们是警察 你应该知道 我们为什么来找你吧 这名女子听了之后 他点点头 他也没有太大意外的反应 等于是默认了 这三起电车司机的命案 的确跟他有关系 警方接着在他的手提报里头 找到了一贯一体 事后经过检验也证实 在里头的确是含有 安眠药的成分 但是令警方不解的是 因为根据过去的办案经验 类似的干洗的诈骗案件 嫌犯通常都具有一定的姿色 才有办法诱骗被害人上当 但是此时此刻 这名站在眼前的女子 她似乎没有具备 这样子的外在条件 为什么她有办法得手呢 电梯门要开了 我们就上去楼上跟她做查访 看电影是她本人开的 我们问她 我们请她来找你什么事你知道吗 她说她大概知道 这名女子的反应出奇的冷静平淡 她似乎知道 警察是为了什么事情找上门来 她自己就坦诚了 就是说她有在心状气嘴体馆 有迷昏一个计刃车司机 然后从她的背包里面 拿出来那个安眠药的溶解液 那我们就当作证物跟她查扣 那另外一个比较特殊是 她在她的索提包里面 有发现一罐淡绿色的液体 一罐大概应该一百细细 像牙涂毒品大小的 那这个东西据嫌犯所说 它就是里面是安眠药成分的东西 那她这个成分后来在解剖报告 他们验出来也是类似的 有相关代谢物 所以变成说 也确定是她有下药的功夫 她看起来很冷漠 也没有感觉到说 她犯下一个很重的罪 没有那一种很情绪反应 或是什么都没有 很沉默 我们那时候以为说 她是会一个窈窕淑女 就是会利用那种美貌 然后再用所有的方式 结果看到本人的话不是 你那时候看到这个 这个悬疑犯在哪里面前 她也产生她的犯案 整个经过跟收发 你会感觉到亚裔吗 当然会啊 为什么 因为她不是长得特别漂亮 或是说中等的漂亮 又有办法去骗这个计程车司机 载着她四处跑 然后跟她一起进汽车旅馆 应该说一般如果是以 该洗这个手法 通常应该是外貌比较较好的 那通常是指缘交人女性比较多 那就是外貌较好比较多 女士的状况 里面你要去引诱人上钩 应该是要有一定的条件 那因为这个江县女 其实说个子不高 那外貌也真的 也没有特别较好 靠上手铐 头低到不能再低 满脸堕花的江云青 连续杀了三名计程车问奖 落差感就是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司机收发 因为她也不是说那种 那种很漂亮的 美女型的那种 如果一般你说要 人家新教育 她没有 感觉到她没有那样 这种感觉 她跟一般的 圆教的感觉不太一样 对 她比较特殊 因为像她的外貌 就很像一般上班族 没有特别突出的面貌这样 对 所以她是比较特殊的状况 好 警方事后分析 江云青他应该知道 以他自己的外在条件 是没有办法 轻易地让人上钩的 所以她的下手目标 都是经过仔细地挑选的 首先 江云青 他会在几个火车站附近的 排班计程车站 他默默地观察 而且他也不是一上车 就提出了要陪睡 这种奇怪的要求 因为这样子被拒绝的积蓄 是很高的 江云青通常会自称 他是归国华侨 他想要包车一整天 然后请司机载着他到处去玩 借此来降低司机的警觉心 然后等到傍晚的时候 再邀请司机带他到汽车旅馆 一块喝酒 一块休息 或者是他就会谎称 他身上没有钱了 但是他愿意用他的身体 来抵还车资 然后再趁机在司机的酒里头下药 等到药效发作 他就将这个财务细节一控 因为他每一次犯案都是搭火车 那火车站一出来 大部分都有排班的计程车司机 他会在那个地方 应该会经过有选择或筛选 看哪几个比较容易上手这样子 我觉得是他有在挑对象 他满汉足迹有遍布基隆 新北还有桃园 都锁定在这个火车站附近的 排班司机 这个他挑的对象 应该都是有一点年纪的 可能就是失婚的 或者是离婚的 家庭不合的 或者说有需要解放的那种 那种计程车司机 这个人一定是固定的人 譬如说你有经过那个路段的时候 有载过他 他就经常在那个地方 我上次是在板桥 重庆路那个地方载过他 他就是说要用身体来抵这个车肢 我说我不要请他下车这样子 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情 对不对 我们是要出去赚钱的 不是要做这个 但事实上江云青他并不是一上车 就提出了这种奇怪的要求 自称说他是那个 归国华侨 有点钱 然后没有人陪他 请这个包计程车司机 去绕一些风景区 利用包车的方式跟计程车讲好 你带我 我一天给你多少钱 你带我去晚一天 他先让计程车司机上了 你就是愿意带他去 因为他是包车是包整天的 会有午餐 晚餐的时间 都是这名女子先出钱 请这个計程车司机吃饭 然后他到晚上的时候 他就会说他一个人也很无聊 希望我们計程车司机能给他喝酒 然后也是自己掏钱 请計程车司机到超商去买酒 跟下酒菜 然后一起进入汽车律馆 可是到一半路途中 因为说我身上没有钱 可以付你而已 那他愿意改用性交易 努力赢完你的这个车司 不要贪这个小别人 人生很好过 对啊 为了这个伤害自己 又伤害别人 太危险了 有以前刚才接人车的时候 一上车的时候 宣真我要给你远交 我说对不起 你给我下车 这样就好了 不多啦 我才换过一次 20级人扶完车 因为很多司机都会讲说 像有这种车有没有 我们就 又碰过什么什么什么的 不要去贪 你如果老老老了 这时候你叫我死也没有了 绝大部分的计程车司机 遇到了这种状况 大多都是宁可车子也不要了 滋润倒霉就算了 那为什么江云青 他却可以在短短的两个月之内 连续得手 我们听警方描述 你看他 看他那个人 真的不会觉得说 让你有任何的遐想 但是他跟你讲话的时候 那种很轻声细语的话 你蒙 闭起眼睛来 你就会觉得 他真的是一个 楚楚可怜的女孩子 那这种状况 计程车司机会有点 不上不下 要嘛没有钱 就是所以到最后 大部分都会答应 所以他是利用这种手法 有点一开始 引进入翁的概念 所以变形实验师要 不拿白不拿的概念 才会进入到这个陷阱里面去 所以他跟一般的感情不太一样 那个世界打对他跟他讲 然后再到一个绕血浪 那问他说 那这附近哪里有汽车旅馆 那个里面有酒瓶啊 他好像有四瓶食酒 还有一瓶 一瓶高粱还是什么 一定是他有时候是 让他半开玩笑 让他半开玩笑 让他一瓶酒瓶 你不要跟他领受去 超商的监视器 拍下的计程车司机 拿着啤酒还有下酒菜来结账 准备要和江云青 一块儿到汽车旅馆去享用 他浑然不觉 正在一步步踏入 致命的逃色陷阱 他这个身上有异常的一瓶安眠药 那安眠药他把它加水 稀释在他那个小的一个瓶子里面 塑胶瓶里面 那里面放了五十颗 那应该这浓度是相当的浓 那只要摻一些在他目标的饮料里面 找他进去 照理讲不应该是找他一起洗澡 你洗澡他应该泡水嘛 那那个热水就会促进血运循环 那个安眠药的药性就会 它做得比较快 药效花作 那温翔就会 就昏倒在浴缸里面 然后他就趁机 趁机把他才会跟他走 这是他一贯的犯罪手法 在做笔录的时候他有坦诚说 他前一天 我们做到他的前一天 也有在桃园有类似的状况 他也是骗了电车司机去汽车旅馆 那我们赶快去联络桃园警方 然后将相关资料调出来 那确实也有发生这一件命案 好 嫌犯姜云青落网之后 警方才发现了他有诈骗前科的 当年他才十八岁 他就犯下了多起的诈骗案 而受害者都是老人家 最后姜云青他被重判了 有期徒刑十二年 没有想到才刚刚假设 出狱两年多才有重施顾忌 我不知道 女儿杀了三条命做父母的 全被蒙在鼓里 四十岁的姜云青单身金楼人 和母亲在北县租屋 有强盗窃盗和诈欺前科 还有实践迷运劫财的记录 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他 还很爱买柴券 以前案件就一样 就我们了解之后 也是一样伤同手法 下药迷昏等被害脸昏倒之后 溺斃然后拿走钱财 那时候他就想出了一个方法 那什么方法 他在基隆市区 就专门去找一些老口口的人 就是老阿伯 那时候他才十七八岁 然后他就一样 同样手法他一样下药 然后迷昏这些老阿伯 然后把他们迷昏了之后劫财 可是他有一次很衰 叶山那时候连续犯了四个案子 那这四个案子之后 他找了第五个人 竟然是原来的第一个人 对 所以被人家认出来 但是他没有认出那个阿伯 是阿伯认出他 然后他就因此而被抓 所以那时候被判十二年 江云青那时候就是专门在河边找对象 然后只要看到独自在那边 坐在那边的老人 他就靠前面去 对 然后也是一样跟那些阿伯讲说 我是一个失业 然后又敲家的少女 他都没有人照顾我 我连三餐都有问题 那你是不是可以买一些东西给我吃 然后提供一个地方给我睡觉 那我自然地 那我一样我用身体还给你 那所以说他每次有一个很关键点 就是说他用发生性关系 做一个最主要的交易条件 这些阿伯很自然地也就上多了 2007年江云青获得假释出狱了 但没有想到才出狱两年多 他竟然又顾忌重施再度的犯案 他应该是思想观念有点偏差 之前就因为有犯同样的案件 然后也被关 然后他出来可能觉得是 这个是最快的方式 可以拿到金钱 所以他用以前的手法再来行骗 我觉得他是要 最主要是要钱财 然后用迷藥也是他一个 一个官容的手法 我觉得他目的是要钱 几千块 搞不好有带个一万多块钱来规定 因为是为了钱 我看他的身为也不是很好过 单纯的他讲说他只是为了钱 如果只是单纯为了钱 那为什么要害死那三个电车司机呢 你把人骗到了汽车旅馆 迷昏在浴缸里头 你为什么会让水龙头的水继续流呢 他难道不知道电车司机 可能会有溺死的危险吗 还有在江云青每次犯案之后 他就会把这些骗来偷来的钱 拿去买彩券 那是因为据说他相信 杀人可以改运 拿这些钱去买彩券 会让他中大奖的 江云青迷婚电车司机 他每次得手的金额其实并不大 因为司机通常在车上 也不会放太多钱 不过据说对于江云青来说 骗来的钱只是他的筹码 因为他相信把这些骗来的钱 拿去买彩券 会让他中大奖 那么他为什么会对这种无期之谈 深信不疑呢 他之后的习惯就是迷婚了一个人之后 他就去买彩券 那他也曾经中过六十万元 曾经中过一次六十万元 但之后都没有再中过 所以变成说可能那一次中奖的经验 也让他觉得说 这种方法是真的可以改运 他是没有这样子讲 说是因为杀人改运 但是他有讲说 他拿了这些钱去买 依他的感觉好像比较会中奖 听说他有中过是不是 问他的时候他是 有说他中的经额也不大 一般都是小奖 这个江云玄犯 你可以看他的这个面相 他有点已经两眼发黑 那甚至就是人家讲的 整个运势上已经都停滞了 所以绝对是运气越来越不好 而且这样子的运来讲 甚至这个如果再没有破案 甚至他一天到晚被遮据 去运者所接触 那等甚至人家说 在监狱里面都甚至有 这个被害者来找他算账 这个来讲都有时常发现 所以这个来讲 他的那个面相已经成为 有点精神耗弱的这种状况 据说杀人改运的说法 是来自于一本日本漫画的内容 但怎么会有人真的去相信 这种无稽之谈呢 当死者被你杀害之后 人家说阴魂不散嘛 那这个阴魂他是属阴的 那他一天到晚跟着你 那你就会慢慢变得会阴 会变得运不好 反而会不好 那甚至说他现在没办法报仇 甚至等你身体不好的时候 甚至等你运开始弱的时候 他就找你报仇了 他甚至就是跟着你 所以会变成说 在那个时候他气旺的时候 所以很多都会在什么头七 什么三七七七四十九天破案了 因为他就是这个怨气很重 所以甚至有说什么 承办的检察官警察 去梦到那个王者 跟他告诉什么事情 结果让这个案子破案的 所以绝对这个来讲是他怨气很重 绝对不会造成说他这个怨气 这个杀人的怨气绝对是不可能的 好 佳云青害死了三名健身车司机 他在一审的时候遭到了判处 三个死刑 但为什么到了更一审的时候 大逆转呢 法官改判三个无奇徒刑 而且全案定验了 他表现得太平常了 他一直坚持一个理由 就是说我没有要杀他们 我只是要抢他们的钱 那他们为什么后面会死在浴缸里 都跟我无关 我只有下药而已 其实他意思是说 我把他迷分了 我把他包到浴缸里面去 然后把他放热水 我只是想说让他赶快清醒 对 让他赶快清醒 不是说要置人于死地 尽管江云青一再地辨称 他只是要钱 他没有杀人的意图 不过还是遭到一审法官 判处了三个死刑 我觉得他故意散意图 依我的认为 我是认为他蛮明显的 因为他不可能不知道说 他给他下药之后 在浴缸堤岛 呼吟之后 一定会造成当事人的死亡 他有可能就是等这个机电车司机 要下药发出的时候 他就去 左手去拿 帮他的皮包 拿桌上的什么手表 贵重的物品 拿了他就走了 他就没有想到说要去关那个水 也没有我去把那个活塞 把它拔掉 所以导致 因为人迷分之后 这个脚会翘起来 翘起来之后 就变溺水的状况 他只是 洗劫头就先行离开 自己人在浴缸 水继续流 他没注意 如果今天是 他人在浴缸 他就故意去放水 那就是故意了 可是如果他还在放水 还没满出来 他就先行离开 他是没有溺出 所以这个状况 可能比较偏向非故意的 故意的动作 更隐显的法官 显然采信了被告的说法 判决出现了大逆转 法官认定没有证据显示 姜云青在犯案期间 知道有被害人一一死亡 因此认定 他没有故意杀人的犯译 改判三个无奇途刑 全案定念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台湾启示录 我是文翔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